刚刚开始有一个他不见得是 他可能是木道友 或者是说他可能是刚性主的 就每一个人灵命不一样 我的做法就是说 我会选一本书 现在有很多坊间的这种职场的书 然后我觉得读书会是一个 每一次就一个section 或者是说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一起为公司 为自己 还有为你的旁边的一些 让你觉得挑战的人 一起去祷告 一起去读神的话语 所以第一就是你要找到 愿意跟你一起团契的人 第二就是说你怎么找呢 你一定要先爱他们 神爱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做的事 而是他就是白白的爱了我们 所以我们去爱我们的同事 我们真的要真心的去爱 这些人就会被你爱到 他就愿意跟你一起去团契 然后再来就是 你两个人三个人就可以开始了 不管是读一本书 还是就有一个读经进度 看灵命的状态 我的做法就是说呢 我一定会去读一个职场 基督徒职场的书 就像我曾经用过一本书 在带这个女性的leader 就是吴县章写着《狮子针口》的 但一里这本书 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觉得聚焦一个内容 看看你那个团契里面 他们怎么样的一本书 怎么样的一个内容 是适合在固定的时间一起去读 一起去读神的话语 一起去祷告 还有就是征战的时候呢 能够一起祷告 还有很重要的 我在做职场团契的时候 很重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不会在职场团契里面 抱怨主管同事 我们都是一定要为我们 所遇到的一些困难跟征战 去祷告去祝福 那最后我要分享的 就是说很多人说职场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自己做得好像不合真理 或者是有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兄弟姐妹这样问 我觉得那天听到 我们有人就跟我们这样讲 我们既是罪人 也是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 也不要都把别人都当作是圣人 既然我们都是罪人 那我们在这世界上 我们就是要一起来祝福 跟一起来为这些可能犯罪的人 一起去祷告 所以我们就不要把自己 当作拯救者 也不要把自己当作圣人 因为我们既然是罪人 我们就是要跟所有的人一起祷告 我们就不会老是拿着批判的眼光 在看别人 还有审判在神 对错不在我们身上 我们只管做神的功 听神的话 至于这世上对与错的事情 真的是轮不到我们来论断 这是我的一点点分享 谢谢Irene 那待会你方便的话呢 你也可以把那个书名呢 可以打在聊天室上 有姐妹在询问这本书的书名 好的 那么美玲 我们可不可以请你来回答 提到第二个问题 谢谢 第二位是上回自己创业的姐妹 想对上周的回复 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 如何找准市场的需求 比如市场的需求是想补课 但因政府政策的关系不能做或不容易做 所以该如何对应这个市场的需求 因为想做一些和孩子有关的事 另外也想再了解一下 当市场没有任何可参考的标准时 如何给一个产品定价 二 当这个生意或这条路处在一个探寻摸索的阶段时 我如何确定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目前还没有感觉有清楚的质疑 也不知道神会怎样质疑 只是所做的是我喜欢的 也符合自己的一些特长 但没有足够的收入 所以是继续坚守 还是要调转方向 如果是调转方向 自己也不清楚往哪个方向转 谢谢美玲 我想这个姐妹真的是延续我们上一次的回应之后 就进一步的问题 非常的实际 也非常的真切 那我知道这个不针对这个问题 因为Irene在这个企业的营运方面 是相当有经验 她也为这个问题特别做了一些预备 我们请Irene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回应 谢谢 你是muted Irene我们听不见你的声音 简单来讲要做任何一个生意 一定要先做市场的调研 那我在我回应的资料上面 可能到时候可以再贴出来 实际上这个Stem这个市场 还非常的不能说新啊 但是我觉得在现在在中国要做这些教育的事情 你说在现在的法律之下 你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其实是一个困难的时间 我倒是比较会建议这位姐妹 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先设一个底线 你觉得你可以在什么样的经济条件跟发展之下去做 因为既然是做生意 他就不是做兴趣 所以做生意你一定要去寻求这市场上面 你觉得可以现在 上次我相信盛民有提供他的意见 就是说这市场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不是做喜欢的事情 而是说这个市场上你的服饰是真的可以服饰到人的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调研这件事情一定要先做足做稳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这个法律的问题 因为法律的问题呢 你如果没有搞清楚你全部都白打 到时候做了还是等于就就就没有 等于你做一做 还是你会遇到这些法律上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比较会辛苦的 所以我有回应到 那当然了这个整个STAM呢 我查了一下 其实也有一些市场的试调 我倒是觉得我查了一下 如果说现在就想去做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去查一些 目前在中国包括国外 都有一些现成的课程 然后你可以用区域或者是说地方的那种方式 比如说小区啦 比如说比较是属于你们那个区域性的呢 找一些现成的课程 然后来做实体跟虚拟的融合 那再来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把一些现成的课程 不用自己去发明这些课程 因为这些课程在网络上 我找了一下几乎都有 然后你把虚拟跟实体的串串 然后还有一些所谓你当地的 因为每一个所谓一般genetic的就是通用性的这种 这种教材 可能你要加一些你当地的文化 所以结论就是说你要先做调研 这个调研呢要做的比较详细一点 第二就是你的财务规划 第三就是法律上到底什么东西可以什么东西不行 这个要查清楚 第四个是不一定要一定做实体 现在的教育虚拟跟实体都可以用虚拟空间来做 那第五个就是说 你可以找一些比较已经现成的教材 在融会你自己在当地的一些特色 这几个重点呢 你尝试的去把它写成一个你自己的笔记 一步一步去做 最重要的是最后就是你要寻求神 要求得平安 不管是在经济条件上面 还是你要做真正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最后所有教育的东西都一定要以 神的法则跟神的呼召为最重要 那这个呼召到底能不能祝福到人 如果祝福不到人 如果没有人去上这个课 那你做这件事情 它就不是一个生命了 所以要寻求神的时间要更多 你才会听到神给你的一个印证 如果是神要你走的路 他不可能不开路 你不会在那里干等 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Aren 有非常具体可行的建议 非常感谢 好我们可不可以进入第三题 美玲谢谢 好 第三位姐妹已经工作几年了 她最近再次面临换工作的挑战 很渴望找到在职场的呼召 想换工作的原因是因为所在的部门客户 不打算续约 合同到齐了 部门会被砍掉 心里的感动是神要带领去到新的地方 另外也希望借着这次换工作 能去到一家国际化的大企业 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平台 能继续的成长和发挥 换工作的挑战是 一最近经济大环境不好 很多面试的公司都已经停止招聘 第二不是很明确到底要从事什么领域 也一直在求问神 关于个人的呼召 想明白神对自己的命定 谢谢美玲 我觉得这个姐妹问的问题 是属于哪一类的问题呢 换工作 我们上次在第一次聚会的时候 也有提到这个换工作这一类的问题 那我上次也提醒各位就是 我们常常是收到了一些信号 我们来开始呢 做回应 所以我们就试图把我们 在第一次分享的时候 谈到这个原则 我们可以来应用一下 检视一下 我们刚才这个姐妹所描述的问题当中 有没有哪些是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 首先这个情况是 这个部门 这公司以及这个部门的营运 遇到了一个挑战 当客户不存在的时候 公司很可能 而且容易采取的动作 就是要去猜测一个部门 所以呢 我们来问 这个负面的信号就是 这工作可能要不见了 那我们要问为什么 这为什么的本身呢 有几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 就是这个为什么 是因为客观的原因 部门的生意不见 那我们刚看到姐妹 也试图在寻求的过程当中 给了一些属于她个人的 一些经历的解释 就是神可能要把她带到 一个新的地方去 我觉得这一个过程 表示的是 这个姐妹在问 为什么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 可取的地方 我们也要同时来看 所有的地方 当我们遇到这样一个挑战的时候 我们通常还是习惯来问 为什么 然后之后呢 如何回应 那我们至于谈到如何回应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来注意一件事情 这一件事情 就是我刚才 美玲刚才在问问题的时候 有几个关键字 一再 一而再 再而三的出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 如果你有纸笔的话 请你注意留下来 把它写下来 因为这个这样的关键字 常常的出现 美玲可不可以把那问题的最后一部分的几个关键字 她在问的东西 可不可以描述一下 就是包含了所谓的领域 包含了所谓的呼召 包含所谓的命定 好 不是很明确要从事什么样的领域 也一直在求问神关于个人的呼召 想明白神对自己的命定 很好 因为我们常常听到这类的问题 所以我跟各位做一个非常简单的阐述 这几个事情 我自己的理解 怎么来把这几件事情连在一起 我们常常听到马太福音25章的那个例子 对不对 我们说有一千两 有两千两 有五千两 那我就请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神对那个一千两的 给他的呼召是什么 你认为他的命定是什么 给那个两千两的 你认为他的呼召是什么 命定是什么 给那个五千两的 你觉得他的呼召跟命定又是什么呢 我提这个问题不是要你去跟别人比 恰恰相反的是 我提这个问题是 你要明白神到底给了你什么东西 所以我要问这个姐妹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明白你的专长是什么吗 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会告诉我们说 我没有专长 我想我通常是 这种反应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你真的很谦卑 第二种可能是你真的不太认识自己 那不管你是哪一类呢 我觉得我都要鼓励你 不用担心 你也不用害怕 不要觉得 甚至不要觉得好像不好意思 那我就再问你更前面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你觉得神给了你什么样的天赋 英文叫做Talent 中文我们叫天赋 就是天给 从神来的叫天赋 你觉得神给了你什么Talent 什么才能 什么天赋呢 我鼓励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 你都可以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有纸笔 你把它写下来 因为这个是个问题 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有帮助 你一定要知道神给你什么样的天赋 我必须坦白跟你说 我从来没有遇见一个人 我没有在他的身上看见神给他的天赋 但常常这个人没有办法看到自己 神给他的天赋 我的天赋的不是天上的父亲 是天上的父与 是那个恩赐的意思 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独特的恩赐 这绝对跑不掉的 但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你要明白 那个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有这一类的问题 你欢迎可以思绪美龄 说你在认识自己的天赋 认识自己的才能 恩赐上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你觉得挑战跟难处在哪里 是因为别人曾经给你的批评 因为你曾经做了错的事情 做得不好 所以以至于你真的是一无是处 千万不要被这些谎言所掩盖 好的 假设你明白了自己的天赋 明白了自己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 那么接下来你要明白 不管我们是受教育也好 不管是我们有被给一个工作的机会 以至于我们可以操练也好 有经验的累积也好 这些你的天赋 你天上赐的才能 神给你的才能跟恩赐 就会变成你的专长 再说一次 神给你的才能 不会变成你的专长 除非你付代价 不管是透过教育上 训练上 工作上的操练等等 他会累积成你的专长 他会的 好 那至于一样的专长 这个姐妹刚才的问题当中 都没有提到天赋 才能恩赐 他直接提到什么 领域 我到底要做什么领域 这是我们常常遇到 换工作的人 或是职场要转换的人 常常遇到一个关键问词 就是我该从事什么领域 好 我们再回头来 你的恩赐 你的天赋 你的才能 变成你的专长之后 你需要明白 他可以应用在同一个专长 可以应用在很多 很多不同的领域 他绝对不是只有一个领域 他不是一对一的答案 一个非常能够让人说 沟通上面很有一个能力 一个恩赐 甚至一个培养成一个专长 可以很有效沟通的人 他可以当老师 非常好的老师 他可以当企业的主管 可以当一个非常有效的沟通者 他可以从政 他有许许多多 很多的角色可以扮演 所以那个领域的本身 其实是非常多 也是为什么职场的探索 这么有趣 这么吸引人 这么多变化的原因 因为神给你的专长 神给你的恩赐 可以把它开发 训练成专长之后 你可以在许许多多的领域来使用 神给你选择 神是一个创造的神 所以我们是有创造力的 好的 那回到姐妹也刚才问到 那到底什么是呼召 什么是命定 那我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 如果你使用了神给你的恩赐 如果你使用了神给你的恩赐 你就是在回应他的呼召 神不会给你一个东西 不要你用 神也不会叫你去做一件事情 却不给你那个东西 所以请你明白 当你使用神给你的恩赐 天赋的时候 你就是在回应他的呼召 当你在回应他的呼召的时候 你就在往你的命顶前进 这个问题不是抽象的 它一个非常清楚的操作型的定义 所以回头来我要问你的是 你明白你的天赋 你明白你的恩赐吗 在过去这段时间 不管你年纪现在如何 不管你有给过几个工作的机会 受教育的机会 你曾经花下合适的投资跟代价 把这些神所给你的恩赐 累积变成你的专长吗 这个两个问题是你需要回答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在很多运用职场上面 专业的判断 知道整个趋势 我们可以明白在使用哪一个领域 我们的影响力有可能会最大化 这是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好我就先把这个问题回应到这个地方 我希望对你的问题呢 能够有一些帮助 那如果你有进一步的问题想要询问 你也可以回应私讯再跟梅林 那么我在最后 我会让我知道我们的同工岳容也在 那这个Irene 待会可以有一点点时间 如果针对我们刚刚回应的 还想要补充都可以 但我这个地方要再针对 我们这样子一个私底下询问 但公开回应的这样子一个服事的方式呢 我要特别跟各位提 为什么我们这样做 以及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有几件好处 三个好处是跟你有关的 一个是跟别人有关的 第一个 你会被迫 把你的问题解释清楚 我们常常 遇到的第一个麻烦 就是不知道怎么正确描述 我们所遇到的挑战 所以当你把问题私讯给我们的时候 你一定会得到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是帮助你去描述 你所遇见的挑战 所以第一个 当你可以把这个问题描述出来 基本上就是解决问题的一半 第二个好处对你个人而言 就是你可以听到 当美玲在把你的问题 重新用第三人称 在描述的时候 去掉一些不必要的个人化资讯 保护你的隐私 当他怎么去描述你的这个挑战的时候 其实帮助你来看 别人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所以你可以得到这样子一个不同的观点 帮助你来看 是不是我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吃到重点还是漏了什么东西 这是第二个对你个人的好处 第三个对你个人的好处 就是我刚才一开始有鼓励过你 也恭喜过你的 你可以借由这个过程 战胜你个人在这个人身上的 一些不必要的羞耻感 这样的羞耻感常常是恐惧带来的 而恐惧就是仇敌 挟制我们最大的困绑 第四个 其他的人也因为你的愿意 你的勇气而可以得帮助 这是我们这样服侍的原因 谢谢各位 美玲交给你 谢谢 好我们今天有一个结束的祷告 主和人的感谢你 是的主 让每一颗主 想要为你作严作光的心 是的主 愿你纪念每一个 主你纪念每一个回到工作岗位的 是的主 让我们真的是 真的是要让我们的老板 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同事 主都知道你随着我们的脚步 祝福了他们 是的主 谢谢你 赞美你 奉觉书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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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神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美你